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譚明倫章的粉絲 四大集合的粉絲都是這樣鬥 沒有那麼嚇人爭 可能那時候沒有Facebook 以前沒有那些廢話 會放大 平時以前也有這樣的粉絲 講這樣講 你沒有兩名 你現在還要截圖 大家看 我是Edan 我告訴你 這些粉絲不要老爸 真的 他不是支持你 是支配你 其實你是做回 每一個人做回自己 應該要做的事自自然然 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怕 他現在三十幾歲不扣 難道他就下了 對呀 六十幾歲 當時又被你說他是何伯 可伯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可伯只有一個問題 由頭到尾 一個問題又沒有問題 就是你這樣 搞得跟子女反面 搞得錯 這個女人 他值不值 好了 還有我這一隻 這個牌子就很久了 但是這個包裝 應該不是全港 應該是全球第一個 賣這些大包 這一隻韓國的 我都不知怎麼讀 HBAF的這個 哇好吃到不得了 而且我這麼大包 是大包 全部是果人 獨立包裝 有大有小的 是六十五元 很便宜 真的 我真的 我貪它什麼 我貪它顏色漂亮 但誰知道原來真的很好吃 今天我們不斷吃 不停不開口 而且開了一包 請粉絲吃 那些粉絲就馬上說 好嘗嘗 我說星期五來放 我猜不到突然 今天就說 我馬上來了 下個盒又漂亮 六十五元 好嘗嘗 有四個口味 好了這一節說什麼呢 這一節我當然要說一些 收藏一些 看籠底的材料 是吧 那 想回明天 明天我們才可以說 美國總統的辯論 就是講什麼呢 那天我早了一段時間看了一篇文章 它就是講鬼界的輪迴 其實首先我一講鬼界輪迴 我是覺得有些邏輯上有問題 但凡親原學就沒有講狼漆 譬如人 我們會有輪迴 起碼我們見證到有些事實 說那個年輕人西馬上出生 怎麼會懂蒙古話呢 我們可以會覺 然後他就大一點了 他就說 原來他屌尼洛摩 以前是蒙古兵來的 攻打過歐洲的 在匈牙利 屌尼洛摩 強姦女人的時候被人被屌尼洛摩 用箭 用箭 射狗去左腰 於是看左腰又有個胎記 這個故事你都不夠 因為我講太遠了 我有隨後說 原來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於是 原來比較近的 去回西班牙那條村 找回 喂 你們有沒有人叫做阿迪達 有啊 我爺爺是阿迪達 他是不是左腰被人射射 對阿迪達 還要被人射射 那個師匪多 有很多這些故事 我們覺得 是不是有輪迴呢 今天想說 就是鬼界又沒有輪迴 如果沒有輪迴的話 鬼界就是這樣 我們這樣想 他們有個說法 鬼界就是 不斷有人死 鬼界沒有輪迴的話 鬼界就是爆 爆很多充滿鬼 但如果鬼界有輪迴 即是輪迴投胎 做回人的話 嗯 那 就不應該我們見到鬼了 因為他投胎做了人嘛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一個起源 我覺得在邏輯上面 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我們很容易 好賺錢都明白 那通常 有些 條件的嘛 去輪迴或者投胎的所謂 有些 未有到那個條件 OK 於是乎 成為一些 我們 我背中人講的 游魂野鬼 譬如我們在那個 7月14日 7月節 中元節 或者你佛教好 余眼節好 我們都是說 會 回向幾種人 第一種就是祖先 第二種就是 冤親債主 第三種就是 游魂野鬼 於是乎 我們又會衍生一個問題 喂 那個祖先 走了這麼久 為什麼他還可以 下來的 是不是有魂野鬼 不是 其實他是鬼門關開 他在 somewhere 他在那個 鬼節節上來 而已 他不是有魂野鬼 OK 但是有些 平時也有魂野鬼 那些可能是 不在那個輪迴的隊裡 用我們人類的想法 那他有沒有自救呢 其實今天就是講這個話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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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講故事 我哪有認識這麼多話 話說 在清乾隆年間有個禮部尚書 你們一定認識他 因為做了太 但是套套戲都會有去份 叫做紀曉蘭 今天不是講紀曉蘭 講紀曉蘭 有個哥哥 有個表哥哥 叫做安天石 不是王安石 安天石 安天石一度生患重病 快到頂 快到頂了 雲柏就對保命府 當時安天石 就向管理生死保 的命府官吏 詢問鬼魂有沒有輪迴 這件事 其實你問我當然有 因為鬼魂輪迴 你才有人的輪迴 以我們的認知 鬼魂不輪迴 人何來有輪迴 人世間有輪迴 鬼間當然有輪迴 如果不是 人死後便變鬼 鬼輪迴後便變回人 好了 那個官吏 就這樣回答 他說其實人 這裏是解了畫 解了我們部分而畫 人死後是有輪迴的 亦都有五輪迴的 輪迴有三種 五輪迴都有三種 先講三種 入到輪迴之道的 第一 有福壽報 很容易明白 有罪受報 有因有怨者受報 有罪都可以 我們看看為甚麼 他說有福 就得受福報的 就會輪迴 有罪的 都要受孽報去輪迴 輪迴去 做出身 就是受苦 做昆蟲 又或者輪迴去得道 要輪迴多次才得道 好了 好了 還有些 恩怨未了 都會輪迴的 好了 熱誤入輪迴的生命 亦都有三種情況 聖言和修宣成佛的 當然超脫了 就不用輪迴了 這個極度小草 墮入無間地獄 亦都不能輪迴 做得太多 惡事 亦都不能輪迴 如果無繼續奏苦 所以 林鄭羅武士 應該是天行奴 那個位置 OK 至於無罪無福的人 她是無罪 但無福 她的魂魄 就會當於這個 墳場無月之間 魚氣未進時則傳 魚氣 善消就會消失 這些 即是我們一般說的 遊魂野鬼 她的戲 我不知如何形容 未進的時候 她仍然有鬼態 可以存在這個空間 但是魚氣一進 就連 真是所謂的 沒有了 灰飛煙滅 OK 好了 還有一些 無依無靠的魂 有時會附身他人 甚至令人懷孕 這種情況叫偷生 OK 鬼蹤出人 叫你 就是她說 促使他人懷孕 偷生 這樣也可以 而有德 高德的真人 或者道此轉世 借用他人之身 這種叫奪赦 但這些都是偶然的變象 不在輪迴常理之中 OK 所以輪迴常理 講來講去 就是由先 那個 三輪迴 三不輪迴 大家聽不明白的話 聽多一次 好了 這個銘利 就跟 安天石 這樣講 不同層次的解說 這個輪迴 OK 那你有沒有撥開到 我們 一些 迷惘呢 撥開了一點 我就覺得 都不是很撥開 但安天石 真是很曉難這個魯表 經歷過這次 憑死 好似落過這個陰命鬼斧 之後 他病好 他病好 跟人 講反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紀曉林說這個表情 從來什麼都不相信 他就深信這個輪迴的講法 好了 好了 但是 那些犯大罪有大業的 落無間地獄 不用同情 但那些無福 但也無業 或者可能有些冤 又混野鬼 那是不是了無生機呢 因為 因為 我們經常說 你要去你已經去的地方 結果 樓年在陽間 等到氣數盡的時候 就灰飛煙滅 我們大哥有沒有輪迴 灰飛煙滅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灰飛煙滅 我不知道 那 等於熄燈 那是不是好過 好很多 燈西方極樂 不受輪迴之苦 是不是這樣解釋 灰飛 西方極樂 你不用再輪迴 但你仍在 那裏 灰飛煙滅就沒有了 但沒有了 是否一件好事 反而是好事 沒有了 真的不知道 關燈 沒有了 關燈 關燈 沒有了 沒有了 無我 都是一種很高的境界 但不對我來講 我永遠希望保留記憶 但我們去到那個界別空間 是否這樣用這個 我們在想的方法呢 例如如羅恩斯講過 我不記得他講哪個死後世界 他說其實我們去選輪迴 原來有得選的 就是有些人的講法 例如說如果是這樣 我都選富貴 他說不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人的想法是這樣想的 但當我們去那個界別 就未必這樣想 例如我們說我的修煉 計算自己的成績表 原來我什麼都做過 我未做過 三歲出來的爛戰雞 還要打仗 後來又要愛知 又要被人鋸起手腳 不如我去經歷一下這個 還是你選擇自己的出生 但出生之後的運 他就不能讓你選擇 不知的 真是你未死過 結果都知道了 譬如我選出生是一個含家產 我個個都不選 那時候你不同的想法 不如我試試含含家產 歷練一個含家產出生 是的 我去歷練一下這件事 可能是另一種得著 那些想法是不同的 因為你知道了 不同現在我們的一世就是一世 在那時候的空間 我們已經覺得 我們是想 九千幾十 是的 可以 力練多些東西 又試一下 等於你去叫雞屌 你想想 未能試過豬魚 這樣解 好了 我們看看 那鬼 例如像這些 遊魂野鬼 有沒有自我提升 或者再到輪迴做人的機會 他明明應該沒有服務 這樣 根據這個月薇草堂的筆記 有另一篇記載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話說 他又是紀曉南 整天都紀曉南 當然 因為我沒有記載月薇草堂 北京就是紀曉南寫 紀曉南就說 景州有一個人 叫李青麟 他曾經講過 又不關李青麟的事 他講過姓劉的書生 和鬼魂的遭遇 這就是紀曉南記錄下來 他聽完這個 就是李青麟講的故事 話說 這個姓劉的書生 在一個故子裏面 為小孩子啟蒙功課 我想那些鄉下地方 那些小孩子 都沒有什麼學堂 去過故廟裏面 這個書生 爛鬼書生 劉書生 教他們功課 有一晚 在微弱的月光底下 他聽到窗外面 有些 聲音 於是在窗外看 似乎 好像有兩個黑警 他叫跟抓賊 突然聽到後面 就傳了一把聲 你不是賊 有時扣軍殤了 當然很害怕 明明打開窗外面 看到那兩個人 有沒有出聲 發到一聲 很害怕 但自然 你想怎樣 因為我們生前聚業深層 落入惡鬼道中 現在差不多一百年了 所以我們每當聽見 在廚房煮食的聲音傳出來 就好像肌火焚身 肌火焚身 這麼辛苦 我們看到書生的樣子好像有慈悲心 你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冷飯菜汁 讓我們解解飢渴 可不可以 原來有兩隻惡鬼 雖然劉書生是讀書人 在那個年代也好 他從來沒有遇過這些歧視 當時他直接說 既然佛家的經書都能夠超到冥間的亡魂 為何你不直接向紙裡爭吟 和你超渡 因為在紙裡帶功課 我們有隻鬼就說 鬼哪能夠有超拔的機會 這是前世的因 得到的果 我們過去在人生的路途上 忙於仕途 對得勢的人 催言負勢 對失勢的人 冷眼相待 當時其實我們 以德至滿的時候 也從未扶貧救難 沒有種下善恩 現在世敗 怎能有善緣呢 而且 我們在很多東西吃的時候 我們都不懂得愛惜 也曾經對那些孤寒的顧救 小小師姐都沒有 真的自己找到水 也不幫人 或者偶然能夠有一些憐憫 有些餘味 有些餘味 即是你現在給點東西 我有些餘味 我們都心願意足 要不然就像牧原專職的老母 死後被鎖在大肥肉之中 食物送到嘴邊 都要化成一堆猛火 罰法都無力救助 好了 即是說 你們倆美 他們都是討論大鑊 自己人生是覺得這樣 這些故事一說 其實極有一個警勢之意 以前的中國文章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 好了 這個書生聽到之後 喜連韻之心答應他們傷口 兩隻鬼感激樓梯 烏鷹雀就離去了 從此之後 這個書生每天就把他吃的冷飯菜汁 就倒在外面 始終見不到鬼影 但又似乎感覺他們存在 餵老鼠 不過聽不到鬼影 過了一年多 一個晚上 他突然聽到外面有人叫 公子 多謝這些日子的恩惠 今天突來告別 這個書生就問你們去哪裏 隻鬼就說 八年中 我們無法脫離惡鬼道 私前上後 唯有通過行善自救 咦 和尚超道不了他們 他說 在這片林裡有許多惹鳥 當有人來捕捉的時候 我們先先驚動鳥而讓他們高飛 當有人撤網的時候 我們先先驅趕鳥而讓他們避開 或者這個善念 感動神明 現在我們可以投胎了 於是這個 劉書生就感應到 原來即使是沉隆在惡鬼道裏面的鬼魂 他們都是有能力去自救到的 你連佛力都無法相助 但仍然可以自救的 那麼搞理 us 駕我們要造人 怎能用省力行善呢 他說 所以 如果人能夠在世間有中善果 不需要獨立惡鬼道 然後 要造惡鬼道才自救 應該容易上很多 於是就勋世 這個我們已經要 dim 善果 見 エリ zu cap 善果 בה mı backing per 善果呢 你這樣說下去就好像很冷靜 但我真的相信這件事 如果你說那些惡人 如果你想到沒有報應 我都說過去 你只能夠相信 我不會踢爆說原來惡人是未必有報應的 我一定要相信 惡人一定有報應 今世不報 去來世都要報 因為你一定要這樣相信 你才能活下去的動力 或者不要行惡的動力 你只看現在站得那麼多 你不要說 你像董伯伯那樣 你說他算不算是報應 你屠命有 屠命有 屠命長壽九十九 你說是否報應 我也是不會說的 好了 剛剛好 現在7點54分 我們時間長騙得非常不錯 大家繼續去支持這個 就是讓你頻道 還有 我當然支持 我老實實 我當然支持 炸雜盧伯 炸雜盧伯 我們要炸雜盧伯 狠狠地輸一把 終於會痛還是屍痛 我就是這樣想 你說要痛還是屍痛 你踢得好不就贏 踢得好不就贏了 然後踢得不好就輸了 好,明天再見,拜拜!